不久前,我国大连造船厂突然出现了双航母编队,以德国内众多之谜一阵欢呼,同时也在期盼我国首次核动力航母能够早点与大家见面,说到核动力航母。 那么就不得不提,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了,他们正在为拆解一艘9.4万吨的核动力航母泛滥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国要拆解是所有美军和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之称的企业号航母,这艘航母在2012年退役以后,就被人在造船厂拆解,美国人员计划短期内拆解完企业号,但是他们的拆解速度实在太慢了。 截至到2017年,才将企业号上的8座核反应堆和箭的电子、武器设备拆解完,估计完全拆完企业号要15年。 大家要清楚,拆解一艘航母的难度远大于建造航母,1993美国开始拆解了常规动力航母珊瑚海号,足足用了7年的时间才将其拆解完,而建造珊瑚海号9号时两年多,拆解和航母的难度大于常规动力航母。 随着拆解时间的延长,拆解费用也在直线上升。 据相关专家遇说,企业号的拆解费用将高达100亿元,而当年建造企业号造价仅为4.5亿美元,坏算成现在的购买力也就240亿元,也就是说拆解费用都快赶上造半艘企业号航母了。 不过美国拆解这么慢,肯定有它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终究有三效率美军头疼。 其一,就是美,军造船厂的拆船物比较消解拆船设备相对比较落后,虽然能容下企业号这个大身板,专门拆除和反应堆,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到其他核动力舰艇的拆解工作。 小编在这里说,美军造船厂有了这次拆解核航母的经历后,肯定会活跌船物的,迎接美军后续退役带拆解的核舰艇。 其二,就是美军拆除航母的硬性规定了,拆解的每一块钢板都要加上编码,防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偷走。 其实,核航母在美国眼中,就是一个宝贝疙瘩,即使自己退役了也不愿意让卖给朋友,给自己赚定外块钱。 要知道世界上应把本国的航母退役之后,立即买给了别的国家赚点钱,发展自己后续航母,由此可以呼应,美军军费远远比别的国家多。 其三,就是美军造船厂的拆船艺务不熟练,简单来说,一个极其优秀的爆破手,本质上就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而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未必是一名优秀的爆破手。 在美军造船厂建造的企业号连同服役仅号14年,冲其量就是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单单拆解珊瑚韩号就号17年,从而可以看出美军造船厂,并非是一名优秀的爆破手。 因此说,他们拆船业务不熟练,就非常合理,说起拆船这块就不得不提三哥了。 三哥仅用八个月就将自己工程航母维克兰特号给拆解完了,后期还用被航母钢材打造出了航母摩托车。 一般,情况下,被航母钢材重新回路,完全可以建造去固件,可是印度人却脑洞打开,打造出了航母摩托车。 据说还在印度大卖,在这小编不得不说,印度人有非常高的摩托车热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